一个小小的一个坎坷 我的第二份工作呢 是一个珠宝店做的销售 我是真的 第一次知道 上班还要背东西 我上学的时候 也没有这么用心过 也没有这么努力过 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要背珠宝的 你像珠宝店里面有钻石 黄金 钻金 彩金 玉器 珍珠 这些东西都是要背的 可是我本来学历就不高 我看见书呢 我就头疼 就睡着那种 就一到上文化课 我又是老师就跟那个 念经语一样催眠曲 就直接睡着了我 我也不知道为啥 但是我刻苦下来了 那你是不是被珠宝资料 那段时间睡眠特别好 一点都不好 刚开始的前三天真的 我也打算跟第一份工作一样 准备悄悄的 但是没有流程 没流程是因为 我特别喜欢 喜欢什么呢 特别喜欢珠宝 喜欢这个工作的内容 它每一个珠宝里面 都有它的故事 然后它的工作内容呢 也是特别简单 然后那里面的姐姐 特别就是说 对我特别照顾 记得特别清楚的时候 就是当我讲一个 钻石的时候 卡壳了 就在那里 看着那个顾客的手 和钻石的时候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但是就在这里的时候 三秒钟不到的时间 我师父和我身边的大姐 就走过来了 他马上接着顾客手 第一件事不是去帮我说 接着我的那个泪寒物去讲 她是摸着那个大姐的手说 既然手指头长得真长 然后再夸她的手 她解围完了以后 我就知道了 后面要想东西 我就跟着就走下去了 从他们那儿出来以后 我不管在哪个企业 还是哪个单位 那个公司上班 从来从来没有遇到过 那样的东西 那么好 让你难忘 那既然在这个团队 你这么喜欢 你也说过往之后 再没有遇到过相同的团队 我想问问 那你为什么做了四年不做了 其实我还是想回去做 但是因为我是陕西的嘛 它那个地方在爱荤马山 距离原因太远了 但是导致我后来 不管是给妈妈 外婆还是自己 身边朋友买珠宝首饰 我都是推荐给她的 而且我们家现在 就是说是如果有家亲戚买东西 我是直接打电话 给我的老板说我想要什么 他直接快递给我 就是你们现在的关系很融洽 对 你还做过舞蹈直播 对 我做过直播 对 然后半年的时间 实际上赚了十几万 对 你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怎么说呢 我比较喜欢跳舞 但是我不太喜欢做直播 因为我这个女孩子 性格特别直 然后我可能就是 我觉得我换哪个平台 直播时间最长也就三个月 时间再长就没人搭理我了 为什么呢 我不喜欢人家送我一个礼物 我们就在这里 像别的主播一样 谢谢大哥 感谢大哥 我不行 你还看看 不还看走人 我又没求你给我耍 那其实这样挣钱也挺快的呀 你也没有失去什么 无非就是说人家给你花钱了 人家想听两句好话 失去什么了 时间 因为做直播 我 虽然说我在家 但是我跟我妈妈和妹妹的沟通 少到了就是说是 可能我在家一个月 我都不可能跟我妹妹和妈妈 一起吃上三次饭 因为我压根没有这个时间 连我妈生病了 可能就是 我只能在直播上面说 我说我先得下播一下 陪我妈去趟医院 就只能这样 就黑白电脑 对 也顾不上家人 然后我也没有朋友 我难受了 我要跟谁说话 到后来 我感觉我自己 有一段时间都抑郁了 就是特别难受的时候 我就开直播 然后就对着那个手机 在那说话 然后我感觉不行 这样下去的话 我会疯的 然后我就停止做直播了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你想找一份 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想找一份 就是比较适合我的 我能在他那里 学到东西的工作 这个可不行 你能在他那里 学到东西的 你在每一个企业 都可以学到东西 我看到你报名表 写的是销售 对 你的期望企业有吗 没有 薪酬呢 没有 你必须得说一个 薪酬这个东西 一般 人家说是看能力 才会给你 那不一样 你也得有一个 自己的认知 大家老是问 你这问特观念 这点我就得批评你了 前面都特好 什么都没有 就说明没目标 销售第一是要什么 你对事有目标 感同时还有目标 求职更得是 有意向企业 不能啥都没有 还是说一个底薪 你能接受的 最低的薪酬 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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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地点有要求吗 没有 没有要求 来吧 各位企业家 第一环节我们到这里 请大家做选择 好 只有两盏灯内下 祝贺你张蕊 成功进入到你今天面试的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好